这些都是司法的乱象 法官竟然可以变成狗仔 去偷查别人的个资 另外有一名业姓男子 谎称自己就是国安局特勤中心的主任 打着国安局的名号是到处招摇撞骗 短短一年内至少六七名镇商名流受骗 其中疑似还包括了现任立委严清彪 虽然严清彪方面否认了这项传言 但是目前得知这名男子骗走了至少六七千万人 桌上放着一张张 和前总统李登辉 官党大佬吴伯雄的合照 还有不少来自法务部 国安局安全局的高官赠送的贬额 这些都是业姓男子 拿来取信于被害人的诈骗工具 他扬称他是国家安全局认知该处 有管道可以行贿司法人员 所以这些被害人 因为官司的原因意识不差 所以受骗 为了让自己假冒国安局特勤中心主任的身份 看起来更逼真 业姓男子除了自己花钱做贬额之外 还特别定做了一面写有国安局字样的假棋子 果然成功骗到了六七人 就了解一名官司缠身的立委 找了这名业姓男子 原本想花钱摆平官司 没想到更四省还被判了三年半 才让整件事情曝了光 对照一下可能人选 立委严清彪和台中市议长张青棠的花九案 缠送了近十年 在这个月中更四省被判刑三年半 是最有可能的人选 没有没有我们这边没有对 眼镜标方面否认了这一项传闻 嫌犯从九十九年开始行骗 专条政商名流下手 至少骗到了六七千万 一型男子赶在太岁头上冻土 这回可得忍栽了